在星期三,北京再度陷入嚴重霧霾,部分民眾已集意為常,日常生活遭舊,但亦有不少人批評當局應該採取行動改善空氣質量。 北京市民星期三早上又迎接充滿霧霾的一日,根據北京市政府的監測系統,PM2.5席在中午又飆升到300, 這個月初北京市的PM2.5席一度超過700,引發公眾擔憂與不滿。 雖然面對空氣污染威脅,北京民眾仍然繼續日常生活,公園未到處可以見到跳舞運動的老人,他們說雖然空氣污染不好,但不想整日留在家。 這名女士又說,晚上不開窗,屋內空氣不流通,開了窗,外面骯髒的空氣又進入,這是一個矛盾問題。 另一名民眾說,這是政府的責任,要加強空氣質量管理。 我感覺政府應該是加強車輛管理。 最好還是這個,監守這個,車輛出行,這是一個方面。 另外施工呢,還要搞好這個,防護吧,這很重要。 北京空氣污染嚴重,也使得很多官方媒體罕見地以大蝙蝠報道有關問題。 中國政府從今年開始,在全國幾個重要城市展開空氣質量監測。 據新華社報道,北京當局已經暫時關閉了103間工廠,限制30%的公用車輛上路,希望改善空氣質量問題。 對新華社報道有關問題。 對新華社報道有關問題。 對新華社報道有關問題。